這個的這個成果都看過了 那當然我們說浪漫台電是一個人文的大道 歷史大道 產業大道 其實有一個單位裡面 他把他裡面在印有一個中立的平鎮 平鎮這邊有一個安平高文 他有一個裡面在印有一個戰場 他把那個處理設計在裡面 那他也希望在地的這個文化 他的古橋 石坡還有產業能夠推動起來 所以把他也設計在LOGO裡面 那同時他會來希望揮動一個單色的名字 所以他把歷史的、在地的 還會來看 把它輸在他們的這個LOGO裡面 當然文書的是它一個文化地體 那萬物就是很在地的 可以看到在地特色 其實21個裡面都沒有什麼特色 那包括我們的工具也到產業都會在裡面 歡迎大家來 謝謝 OK 謝謝 謝謝